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马上开始谈话 我说过吧 我希望能和张书记先谈一次 其他的呢 我觉得暂时没什么好说的 我给你倒水啊 我来 好久不见 更漂亮了啊 还漂亮呢 都快把人给急死了 什么事啊 说来话长了 那你就慢慢说 我晚上把所有的应酬都推了 就听你的 好啊 那我现在就说给你听 李社长 时间都过去一天了 可是你还是没有说一句关于自己问题的话 你这样让我们工作很难哪 我的意见很清楚 在没和张书记谈话之前 我是不会谈任何问题的 你 你不要制止他 你们记得要真是这样的工作水平 就证明我听说是真的 李社长 算了 那我们明天谈吧 那我们明天谈一下 我明天可以帮你 这次哪个意的 一管你 马上去拿 此前上 我想要 肯定他 我要告你行贿了 官老 这一次 你一定要帮帮我 帮帮李市长 你把钱收好 不是说我不收你的钱 就不帮你这个忙了 这事嘛 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小燕啊 我们 能不能说点高兴的事 好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是胡秘书 是胡秘书啊 张书记已经吩咐下来 要你们收拾一下 马上放人 放人 那案子不就半途而废了吗 张书记说 这是组织决定 没有过硬的证据 立即放人 但是对已经掌握的证据 外围的调查风波 还是要继续进行 还有 检察院也会派人 配合你们 张书记 张书记还说 工作要做得隐秘 更要掌握分寸 好吧 等一下 张书记会给理事长 拿电话的 知道了 理事长 张书记电话 对 对 我在北京 还要再开两天会才能回去 老李啊 你的事呢 老王都对我说了 对老王他们的工作 你可多理解啊 其实也没什么 就不要做个记者的通知了 我清楚 这都是组织的事 好好好 这就好 到底是老同志 你的问题呢 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 组织决定呢 让你先回去 老李啊 你是一个受党教育 多年的老同志 可要证据对待啊 在工作当中 可不能带任何情绪 更不能在群众面前 表现出对组织的不满 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考验 请组织让放心 我回去以后 一定认知工作 要对得起组织 对得起人民 好 等我回去请你吃饭 替你押京 谢谢张书记 多注意身体 咱们回去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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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跟我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人会去举报我 不说了 燕 北京的电话很重要 我该怎么感谢你 我也是急的 和官老就一面之交 就去找他了 以后到了北京了 一定要当面拜谢官老 事情过去了就好了 我估计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市委这帮人把我关了两天 一个字都没有得到 如果不是你跑上层的关系 他们绝对不会放我 所以他们心底 也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 所以不单是我 你也要小心 为什么呀 他们一定会认为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们所谓的全钱交易 全色交易 他们怎么理解我们之间 这种纯粹的爱情 他们会认为 你是个女孩子 比较好对付 肯定想从你这里打开缺口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我不怕 对了 以后你打电话 或者在家里电话 都要小心 我估计他们会窃听的 不会吧 有那么严重吗 当问题想严重一点 一定比清理好 那怎么办呢 这两天我也反复想了 在我身上 唯一不那么踏实的 就是你这家公司 还有市民广场工厂 对了 萧米所长给你带了 一百万贷款 是不是也没什么手续 把贷款还了不就行了 公司和工程这边 不是做得很规范吗 这倒也是 不过这个市民广场工程 原来是公开招标 后来只能掛牌给你们 虽然没什么经济来往 但让人查起来还是不太好事 你是不是跟蒋总商量一下 把你的股份先退出来了 好的 可是我在公司的股份有百分之四十 那就是八九百万呢 对了 先把手续办了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不过这个一步 也没问题 我都马上有兑据 你要不要做 你去跟优工行程序 研究 危险啊 人家也没有研究 研究 送付来 我们就铮有名的 我忽然觉得这座城市 没什么可值得我熔练的 我们一起去哪儿 我们在那边 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样的和你在一起 我去哪儿多想 这是哪儿为你 委屈你了 没有 对我来说 你比什么都重要 本来 对上次绑架你这些人 我想你回来就算了 这次这件事叫你我 对他们 我们也用点客气 那个人会是谁呀 肯定是那侯金 还有我那个老婆 你客气 那个人会是他吗 就是他 你出生那天晚上 他整夜都没回家 也没想他说的 到他妹妹家去住 他ented 叫他 你真是 谁 他 监控 我 你 你 改变 我 你 但是 从我们的工作经验当中 得出了结论 我们的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 往往和他背后的女人 有直接关系 王妍认识了以后 马上从靖凯跑到了江州 来办公司 这里面会不会跟李友 有直接关系呢 这个王妍我们了解了 他原来是个模特 因为声音上的往来 和当地几个老板来往的 比较复杂 其中一个叫侯金的 就和他有过正面冲突 最近王妍给不明不白的 绑架了一次 公安部门怀疑就是他干的 我打断一下 这个侯金的大名 是不是叫侯金 是的 下午公安方面 已经把他匹捕了 他们有充分的证明 来证明 就是他绑架的王妍 那刘姐 我们是不是去看一下 审讯的情况 看看有什么线索 好 你刚才说的王妍 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还有谁啊 另外一个外号叫黄胖 挺狡猾的 利用王妍和李的关系 把王妍当枪使 现在是市民广场工程的总指挥 好 你们先去 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分析 许涛到北京办案子去了 这个案子由张远来负责 小吴 你当他住手 好的 换队 检查员的张远来负责 方队 你好 怎么 两位领导对这样的小案子 也感兴趣 来听听 了解的情况 好 请坐 来 谢谢 方队 你继续吧 侯健 刚才你承认了 是你花钱不用了成为和你的司机 一起绑架王妍 情况都已经清楚了 你刚才又说 绑架王妍是受了钱莉莉的指使 这钱莉莉是谁 她是李夫司长的夫人 侯健 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同样也欢迎你检举其他人的犯罪行为 但是 交代也好 检举也好 一切都得实事求是 不要凭空捏造 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侯健 你绑架王妍是为什么 不是为了要吹钱吧 不是 她欠我的一百万早就还了我 那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会是为了玩吧 她在什么时候还你钱的 大概半年了吧 为了还钱 你好像还动用过法院是吧 是啊 当时她没钱 我只是想逼她一下 那她后来怎么又有钱还你了呢 不知道 好像是银行给她的钱吧 那她的钱是怎么付过来的 是建行的转账支票转过来的 侯景 说了那么多 你还是没有说 你为什么要绑架王妍呢 不为什么 当时只是想出口气吧 出气 出什么气啊 她傍上了市里的一个领导 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们派人去吹了一下钱 她让税务部门 把我藏了藏了抵朝天 还把我关了一个多星期 当时我还不相信 一个小小的女子 会有这样的能量 但是现在看来 是我错的 不服气 也不行啊 你看你 说什么呢 什么服气不服气的 发现问题 不向我们反映 不相信我们检查机关 而是自己花钱 在外面请打手来绑架 结果怎么样 自己蹲进来了吧 你看人家 在外面看你笑话呢 不说了 刘姐 根据刚才在看守所 对于侯敬的审讯 和公安局方对 他们提供的情况来看 钱莉莉在进行举报 和串通侯敬绑架王妍 其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报复李婷宇和王妍 而对于王妍 李婷宇的作为 已经完全地超越了 一个纯粹的感情界限 十分可能有了 比较实质的经济问题 是的 上次钱莉莉举报的 经济问题已经查实 基本上还是一些 说说礼品和礼金的问题 但是从现在来看 王妍身上有两个问题 已经非常明显了 第一 是他在靖海县 还给侯敬那一百万元的来源 第二 是市民广场 有原来的招标改为挂牌 当时李婷宇提出 是支持靖海的建设 但是从现在看来 他是支持他的情人王雍 而不是支持靖海县的农民 其中奥妙 不言而喻 那王雍的公司 你们了解了没有 王雍的公司 我们向有关部门调集过资料 王雍占40%的股份 和他一起合作的 有一个是黄胖 叫黄鹏 另一个是地产界的老板 蒋庆涵 他是李婷宇的大学同学 这样王雍的公司的脉络 就基本上清楚了 好啊 你们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嘛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我们摸什么 李婷宇一定会很清楚 纪委的同志找他谈话 从客观上已经惊他了一下 他回去以后 一定会采取应变动作的 不过反过来说 如果他动 我们盯上他 使我们的侦破工作更加集中 如果我们的措施得力的话 一定会抓住他的狐狸尾巴的 把他的情况彻底的搞清楚 刘姐 那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呢 我想 就按照刚才我说的两个方面 同步进行 我们的工作 一定要走在李婷宇的前面 老同学啊 我的事情 你都听说了吧 老李啊 你也曾是的 怎么能让后院起火呢 后院起火 我也不愿意啊 可是王雁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真情所至 欲罢不能啊 你啊 在大学就是个情深 很况王雁 对你确实是真心的 老同学 我今天 想找你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 我知道 是公司的事啊 到底是老同学啊 公司的事情 就请你帮王雁处理一下 在这个时候 能靠的也就是你了 拜托了 哎 老李 咱们俩可不要这样子 你听我一句 有些事情 我可以帮了 但是只 终究包不住火了 你现在这样 还不如早点走啊 再说吧 再说吧 我倒万不得已 我也不想这把年纪了 再流浪他乡 我们下去吧 他们已经下山了 好 现在我们怎么样 留检命令 马上传唤蒋清函 好 什么事 杨总经理 这位是森纪委的老王 这是检察院的小吴 我是张颖 三位请坐 我将毕竟给您掏插 不要客气 我们想请杨总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 想请杨总回去 跟我们调查一些情况 我是个生意人 你们也没搞错 我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您心里最清楚 走吧 请吧 两位请喝茶 王燕的贷款情况我很清楚 额度是一百万 当时 我记得还是我们的老领导 邓国关同志 亲手批好 并送到 王燕的水上餐厅去的 当时好像县里的领导 对这个事也很重视 并把它当做 非典以后支持 企业复兴的点心来做的 那是谁做的担保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 我们这次核查 全行的贷款项目 发现王燕的担保单位 并不存在 担保书就是假的 那你们没有 向有关部门报告吗 说了 当时邓行长有话 叫我们在没有彻底 弄清楚事情之前 不要乱猜疑 不要在外面传播 我们想看看那份材料 好吧 怎么还怀疑呢 担保书居然是假的 你看那张 根本就是个难过张 你回去之后 跟公安的兄弟联系一下 让他们去王燕家 把他先控制住 是 喂 是我 我不方便上去 你把药紧的东西 收拾一下下来 我马上就到了 为什么 不说了 你快点下来吧 好 小燕 小燕 对不起 老温磊 赶紧走 我怀疑啊 刚才的电话被人监听了 asро 又怎么了 上午 江总被检察院转去了 被逼得把江海公司 所有的财务都交了 我们公司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市民广场的挂牌上市上 有个问题 可能检查院中不要 还是我 为什么 我也不请他 可能我们的关系 让他们看着不舒服 那我们走吧 去哪 去你说的病 我们去上海好不好 不 先不着急 刚才我接了几个电话 说检查院 现在正在分几块茶 其中就有我们分析的一些 不过 我想他们没怎么够办 要不今天晚上 我们先去冰冷度去 明天我再打听打听 莫莫 要是真有问题 再作用的事 如果我们冒冷走了 就是没问题 你变得有问题 那好吧 我听你的 放队 放队 没有人看看怎么办 请指示 有万能钥匙不能打听 方队 方队 王爷应该得的消息 先我们一步走吧 完全可能 这样 你们在那边守着 看看王爷会不会他会回来 我马上通知相关单位 继续查 并请示相关部门 措施边控措施 以点他外套 听了 小燕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你别这么说 我愿意 事到如今 我们只能走这条路了 我已经让蒋总提力借钱 待会就送到前台 这次我们的对手来者不善 干脆 我们走吧 不能等了 今天晚上十二点 有一班到广州的火车 你先走 到了香港的路 我们一起走 不行 两个人走 目标太大了 我不走 要走我们一起走 那好吧 明天一早 我们坐飞机走 停运 我要回家一趟 为什么 我要回家拿点东西 不要了 他有你给我照的照片 我要拿 我们可以重新照 停运 这对我很重要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去 玩你给我照的照片 我一定要让你 好吗 小心点 针对王燕 刚才我们的同志铺了个空 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 王燕已经逃跑 至于现在在哪儿 目前还没有具体目标 追捕工作落实了没有 省内市内的谐查通报 已经发了 边控也已经落实 他想逃出去 基本上没这个可能 好 现在的关键是 要尽快把他递捕到岸 把李廷瑜的 第一步证据搞到手 张书记 要不要对李廷瑜 要不要对李采取进一步的监控措施 把他控制起来 我看可以 王燕 你事前诈骗被刑事拘留了 报告方队 报告方队 王燕到位 不及安全 马上回去 是 是 等一下 我可以把那张照片带走吗 走 王爷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抓你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最近我们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我记得上一次你是作为我们的保护对象 可是今天你为什么坐在受审的位置上 我不知道 而且好像侵害我的人还在逍遥反外 这个不用你操心 你只要相信法网恢恢这句话就行了 我问你 你在近海有一百万贷款吗 有啊 是向建设银行借的 你觉得你的贷款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没有 贷款的事情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办的 有什么问题吗 你知不知道你的贷款是谁给你做的贷款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是县里通知我到建设银行办的 我就让我的秘书去了 钱一到我就还给侯敬了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当然 你的秘书叫什么 林小霞 在什么地方 我让他过来好了 不用了 我们自己走 看来这个老年真不知道贾干宝的事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就没什么事了 最多承担一点反对责任 这没事好啊 我也不希望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去坐楼呢 世民广场那边有事情自然的 世民广场那边的事 和蒋庆还说得差不多 主要是姓蒋的和黄胖在操作 那好 那我们马上落实几个人去那边 找林小霞核实一下情况 如果真的和王燕没关系的话 那这一百万的后面 肯定又会给你一张 哎 你在想什么呢 哦 我听说 刚才你们去找王燕 那个李萍姨一直跟她们 我跟她认识已经很多年了 真不敢相信 这么年轻的人 会这么年轻 我想 可能还有另外一些事 听说待在这边有点事 上面正在查 对了 那个蓝天那边的事怎么样 干脆 我们过去一趟 还愿这儿让他们继续在这儿 好 行 那走吧 方队 来 方队 来 情况怎么样 刚刚出去 小时候跟着她 上哪儿了 往电梯上走 正在往上走 嗯 不对啊 方队 我们上去看看 赶紧上去 方队 方队 我是小郭 我是方队 有什么事 方队 方队 情况不好了 我看李婷宇上了顶楼了 而且她已经快爬上平台了 你镇静一点 先稳住她 我们马上就到 赶紧上去 方队 怎么样 你看这里 快 李市长 上面危险 快下来 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逼我 我在这里稳住她 你马上报告 好 喂 110指挥中心吗 我是 你们不要惊动太多的人 李市长 你别这样 你先下来 有时候我们好好商量 你们不要劝我了 请你接动张书记的电话 把手机放在这里 好 小巫 打个电话给张书记 情况我都知道了 我在路上了 张书记已经在路上了 不 你叫她不要来了 我跟她通过电话 张书记 李副市长要求和你通电话 好吧 你把电话给她 我跟她说 张书记答应了 请你下来接电话 你把电话放在这里 算我求你了 你再退远一点 一旦退远一点 老李啊 你是建国啊 张书记 我对不起你啊 张书记 我怎么还有脸见你呢 张书记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你在这儿等我 我马上就到 请不客气 张书记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你千万别做傻事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到了 不然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长 小王啊 是我 你送我去了 看到车了吗 上车吧 谢谢你 关朗 谢谢你 关朗 真正的爱情 应该是无怨无悔的 可悲的是 李廷宇被王燕那善情的舞步引向深渊 落得个粉身碎骨的时候 王燕那妖艳的身影 又在另外一个城市 开始引诱下一个目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